陳培哲最近又出來 他是中研院院士台大醫學院教授 他說 他真的是良心 但他不願意受我訪問 現在我很討厭 因為他是鐵桿生地 所以導致我每次都拿來舉例 那個陳培哲說 確診者出門投票要重罰 卻沒給予其他的投票方式 此一做法是憲政危機 衛福部部長薛瑞源 今天出席立法院環衛委員會前回應 根據憲法第23條 為避免緊急危難 促進公共利益 維護公共秩序 本來就可以用法律定制 放你媽的屁 你憲法老師是不是死了 還是你在憲法老師教課的時候 在睡覺 我再繼續念 阿亮等一下可以解釋一下 薛瑞源回應之後 陳培哲表示 民主制度下 人民是政府的主人 而投票是人民選擇政府 行使主權最重要的方式 不可侵犯 政府作為人民的公譜 應盡力尋找讓主人行使主權 最合適安全的方式 而不是威嚇主人不得行使主權 這才是民主社會 阿亮你聽薛瑞源這一個律師講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天地逆轉 本末倒置了 他一樣的法律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那個 緊急避難 幹那是怎麼樣 這種病是完全不能夠隔離 投票就會死嗎 那請問韓國日本去年怎麼能投票 對啊爛 你知道我最恨這種書也讀不好 你知道嗎 就是黨棍在那邊拍馬屁 今天老沈給我一個爆料 什麼爆料 因為老沈跟李靖勇就住在附近 怎麼樣 所以他 他說他昨天吃飯又碰到李靖勇 然後他就跟李靖勇說 你這樣不讓老百姓投票 你知道你的憲法讀到哪裡去了 李靖勇說憲法讀到屁股裡 然後李靖勇低調的跟他表示 說是他們的意見 哎呦 意思是說在凱達格蘭大道盡頭的人的意見 不是不是 就你剛剛念的那個部的意見 衛福部的意見 幹那樣衛福部有病是不是 對 你什麼時候可以接觸憲法呢 緊急避難權是在別無選擇的時候 才能用耶 怎麼會因為你無能 衛福部頭到地上 所以找不出方法來讓人民投票 變成緊急避難權 怎麼會這樣 反正李靖勇就說 這不是他堅持的 是他們的意見 不是 阿亮你好歹是一個政治學者 好歹你寫過台灣前途 沒有人這樣弄的 全世界沒有人因為 你又不是他媽的 SARS 對啊又不是一碰就 你又不是一波拉 SARS死亡率多少 而且更重要 你如果是SARS我就同意 可是SARS因為死亡率高人數也少對不對 那我聽說產生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最近幾天就大家都不報 通通裝死啊 你看到沒有 當然不報 老子媽要投票讓你下台好不好 結果最後他們估計 說可能真正不能投的大概只有五萬人 那其他有多少人是依法不能投 但是不告訴 對 而且我跟你講 王必勝如果有學法律 大概也是狗交的 他今天講什麼 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違憲 不是因為染疫不能投票 是你不能出門 所以不能投票 這什麼爛理 這小學生都不行 那韓國人家就在 對 大家投完之後另屁一個小時讓大家來投 6點到8點投票嗎 是啊 那人家怎麼做到 我們這樣講 那日本就另屁一個地方讓大家去投 還有通訊投票 還有分時投票 台灣是因為沒有不在急 那是你不要找理由嘛 你沒有不在急就 用像韓國一樣的方法嘛 就是6點到7點 所有人穿隔離衣 接待確診者去投票 就這樣子啊 為什麼做不到 本來就可以了 你竟然怎麼這麼無能 不是啦 因為他對防疫的事情他沒有權利啦 我真心覺得活在台灣 你的官員爛到這個程度 你知道衛福部還宣佈一個措施嗎 什麼措施 說張江在投票所成立 那個咳嗽專區 什麼叫咳嗽專區 你沒有聽到嗎 我沒有聽到耶 因為有些人在咳嗽嘛 可是他不是新冠確診 對 那或者是有一些有 有那個長新冠嘛 對啊 長新冠很多人還在咳嗽 那你去 你去那個投票的時候 萬一在排隊那裡面一直咳嗽 那怎麼辦 大家會逃走 所以他有 咳嗽專區那邊的投票的地方 這是石器時代 彷彿回到了八國聯軍時代 我覺得 我覺得坦白說啦 因為阿中如果選得不好 那衛福部一定會被檢討嘛 你知道 因為他媽 你這個選得不好就是防疫失敗 這個火會燒到明年 明年立委選舉 總統選舉 那你去想一想嘛 那個 所以 一定要有一個新的衛福部長 上台來整頓這件事 那就準備要學員下台囉 就當然是啊 那現在就下台啊 就是要有一個斷點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學員把自己折成兩半 不就斷點了嗎 就是如果阿中那邊選得不好 就要 換人來做 這裡要做個反省檢討 不然一面波及立委跟總統 那陳時中自己反省檢討不就好了 陳時中自己反省檢討不就好了